大家好,我是艾圓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4.6传说任务 赛诺的金狼之商,第二幕 耍诺者往事一新式4.6传说任务的赛诺金狼之商,第二幕 耍诺者 爷爷 赛索斯,别太伤心了 只是在怀念的 你提前做过心理准备了,对吧? 是啊 爷爷的身体早就不行了 他是硬撑才撑到了今天 我们总算在他看得见的时候 完成了这件事 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吗? 按照爷爷的遗愿 你也认识了 赛索斯 你应该成为新一任首领 你也知道不可能吧 我是大风机关 得留在须弥教灵院 不过 也能想到会有这种事了 我对这里的环境 人员和书康了解甚少 并不适合领导你们 赛索斯 你才是最好的继承人 如果我们没举行决斗 或者你还做了其他准备 那拔凌现在 很可能都在你手上 巴木恩肯定也是这么想的 你是这么看待爷爷的吗? 是啊 但看巴木恩的样子 并没对你们的行为 表现出太多意外 或许 他早就遇见到这种结果了 总之 既然拔凌在我这里 那么由我来决定也可以吧 赛索斯 我希望你接任巴木恩成为新首领 你比我合适 也一定能做好 就当是帮我这个忙吧 那之前发生的事 岂不是没了意义? 还是有的 你我现在是有非敌 这就意味着 教令院和监末支店 将再次成为合作伙伴 意义非凡 赛索斯 你要相信 一切正在好转 你们也一样 也好 这是最好的结果了 其实我隐约感觉 巴木恩从一开始 就只是在制造压力 比我们赌上拔凌决一胜负 这样一来 无论是取回巴林 还是让出巴林 赫曼奴比斯之力 都会汇聚到一个人身上 如果你赢 监末支店 就会得到双倍的力量 如果我赢 他也算准了 我不会贸然出任 监末支店的首领 更不会暴力吞并你们 除了神明的执意 他也同样需要教令院支持 他揽下所有责任 就是要让后人 接手一个相对没负担的监末支店 不管禁忍者是谁 与教令院的交涉都会变得容易 用一封信引出老师 后面的事 无论如何都是正收益 还以为大风机关 不关心这些小细节呢 确实如你所说 这些事我和爷爷都考虑到了 我们必须想方设法 缓解与教令院的关系 多少算是利用了那场仪式 也谢谢你 赛诺 作为回报 你与小吉祥草王认可的人 将获得前来监末支店 汲取更多知识的荣耀 监末支店 是现今世上搜集了最多赤王文明 相关信息的组织 有能力在你们需要时 提供更多情报 不过你们的甄选 必须慎之又慎 避免误导人类重蹈覆辙 对了 提娜里 爷爷见到你非常高兴 你是巴罗加修纳的后人 而我们是继承了 赫曼努比斯一职的人 在赫曼努比斯的故事中 他是赤王从提娜勒人里 选出的贤者 以崇高之身 尽为神的眷属 后来 他与他的提娜勒人伙伴 一同为崇高的目的而战 从建立监末支店 到图莱杜拉城赴密 他们始终并肩 离开图莱杜拉的提娜勒人 与普通人一同迁往雨林 几百年后 一部分人回归沙漠 不少提娜勒人则留下来 开枝三叶 那些人 或许就是你的祖先 原来是这样 父亲提过我的名字 取自提娜勒人一词 没想到 原来我和尖末支店 也算有些渊源 听起来真不错 对了 你们见到聚乐石了没 聚乐石 应该在爷爷的卧室那边吧 他好像也很缅怀爷爷 但又不想当着我的面这样做 假如一切都是你和巴摩恩的计划 那他对聚乐石 也许并没那么大恨意 唉 谁知道呢 说不定聚乐石也好 你们也好 我也好 都只是爷爷用来摆正诡计的把守 他可坏了 历史的岔路上 总要有人做决定 这些事我会详细报告给小吉祥草王 安排教令院代表 赶来沙漠与你见面 等你安顿好手上的事 可以来雨林一趟 住几天 进一步跟大家建立联络 既然要合作 那双方都要更熟悉彼此 我会的 那回头见了 各位 回头见 要来找我们玩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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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爷 目标达成了 就像我们期待的那样 从今天开始 签末之殿 可能再次与教令院合作 改变和机遇 我们都已经得到了 嗯 对 是 陈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一个大学者活了一辈子 头发都白了 还以为自己今年二十岁 是逞英雄的岁数吗 跑到沙漠里去送死 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 也真亏巴姆恩 没把你往死路上逼 好了 好了 你到底帮他还是帮我呀 我才是你的同学兼同事好不好 没什么好说的了 依我看 你就是一把不堪一击的老骨头 你说什么 我明明是老年英雄 以血肉之躯守护了须弥的风济观之力啊 不过嘛 好吧 这次我理亏 回院里 给你打一个月功总行了吧 一个月 三个月 提那里的老师骂俊乐时骂得很高兴的样子 我们还是别过去了 老师自找的 不用理他 哇 好久没见过老师这么神采奕奕的样子了 上回见他眉飞色舞的骂人 还是我在校的时候 我想去找大家依次报个信 告诉他们事情解决了 要一起吗 通知完去吃饭 我请客 怎么样 合理 我参加 我也一起 走吧 收拾东西吧 明天开始来帮我工作 补贴呢 还有午饭 包不包 晚饭呢 你还计较起来了 这次的风险 我都没跟你算呢 那也要吃饭呢嘛 午饭你替我想办法 就这么定了 不必先进 看到了 喂 快来 你们回来了 来得正好 我倒要问问这是怎么回事 听说你们跑到沙漠里去 还遭遇了重大危机 已经解决了 不是这个问题 你 还有你 还有你们两个 怎么这么不小心呢 遇到事情可以求助的吗 前辈我不就是一个很好的帮手 再说 我还对沙漠非常有心得呢 不要和现在的发露山对着干 你说的对 我不是第一次谈这个问题了 该依赖他人的时候就要学会依赖 明白吗 否则 可莱 快想个办法帮帮我们 是给我的信号 好吧 只能使出绝技了 那个 发露山前辈 先别忙着生气了 上次说的 你要带我游览教练院的事 还做数吗 等等 真的吗 可莱 原来你还记得那件事 太好了 前辈这就带你去看看 以前我们上课的地方 发露山拉着可莱走了 他是什么叫灵院导游吗 可莱 杯子 杯子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 是提纳里师傅提醒我出门在外 别忘了多喝水 杯子的意思是在咖啡馆集合 上学师我和提纳里也用这个暗号 家传的传给妹妹了 原来是这样 还有两个家伙 也叫上他们吧 云散 我没看错吧 你们在这里勤奋苦学 在整理用完的资料 太多了你看看 不用着急 反正这些书没人看 这次多谢你们了 托你们的福 事情解决得很顺利 结果也比想得好一些 原来如此 结末之店用于自保的手段 确实特殊 难怪能隐藏这么多年 而且还保存了那么多文献 有机会真想亲眼见识一下 会有那一天的 不论如何 结末之店的意义都很重大 作为答谢 我请客喝咖啡 听起来还不错 好是好 就是这几天 咖啡喝得有点超亮了 我点些别的吧 可以 走吧 向着星辰 月峰 云散 然后啊 这家伙突然扑上去 给了对手一剑 还有提纳里 他打起加来也很厉害呢 这次我们连胜三局 不知道该说想看现场 还是担心你们 转播得好 就算讲得含糊不清 也让人精神振奋 什么 我不是说了吗 先扑上去 这样出剑 然后转身 格挡 连赢三局 还把首领的位置 让给了对方 赛诺表现得很有风度吗 这是当然的 强者有强者的风度 这次我也当了强者呢 很少在沙漠里跟人打架 感觉还挺特别的 对对 其实非常灰红 听我说 是这样的 派蒙 别光顾着说话 甜点送来了 今天就到这里了 回家之前 是不是应该先去智慧宫 把没整理完的书收好 我也这么想 那再见 先走了 回头见 你们今晚 一定要好好休息 我得去一趟三十人团 那里道谢 另外 纳菲斯县市也说 会带我了解 教练医院的一些工作流程 那我先过去了 克莱与人相处融洽了很多呢 大家都在慢慢成长嘛 是啊 我现在总算有事情都结束了的感觉啦 忙碌过后坐下来吃吃喝喝 休息聊天 才是人生呀 萨诺请的甜点真好吃 下次我还想来 旅行者 派蒙 提纳里 你们接下来有什么安排吗 如果没有 能不能陪我去一个地方 先保密 给你个惊喜 大概能想到 确实是惊喜 说得我都好奇了 走吧走吧 快点 好久没上来了 原来是这样的地方 好高啊 要帮忙吗 好吧 这里不错吧 很高呢 风景很好 旅行者 回头看 这里是我的秘密基地 只带好朋友来 学生时代 我经常留上来发呆 那时还小 朋友没现在多 以前的我也有跟赛索斯一样的问题 我是谁 为什么拥有这种力量 又为什么而战 天赋赏赠誉的东西 会帮助我们在人群中找到位置 我是这么过来的 赛索斯也会 你们俩真的像兄弟一样 我也觉得 真是当然 不该谦虚的地方 我从不谦虚 我们以前来这里聊天做功课 赛诺还不小心把水果弄掉下去了 幸好他眼明暑快 一把唠中 也就那一次 现在不可能 如今的我不会说话 真怀念啊 好久没当学生了 按理说 我想象不出塞诺干这种事 但不知为什么 眼前有画面了 别想了 那边是 老师 你们先聊 我离开一会儿 好 喂 喂 就跳下去了 小心点呀 我的天 这张也太傻了 老师 一个人在这里嘀咕什么呢 来 塞诺来得正好 你看我在旧笔记里找到了什么 以前的画片 这本笔记 在闲者办公室的杂物堆里 一直忘了拿走 也没人发现 刚才跟纳菲斯商量着回院里帮他的忙 正好去了他办公室 就翻到他了 哎呀 日子过得真快啊 画片上你个子才这么点儿 还是个小孩子呢 画片上你也很年轻 这张 我记得这张 是丽莎师姐抓拍的吧 肯定是 这么貂窜的角度 除了他还有谁把我拍得这么丑 还有这张 我们在打瞌睡 哼 背着我们俩偷偷照的吧 小丫头 老师 你没有什么要对我说的吗 说什么呀 说画片拍得好 好 真到了这种时刻 反而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不是个好人 把穆恩恨我理所应当 如果你恨我 也是理所应当 胡说什么呢 你这老头 不就是想听这句话吗 离开沙漠以后 我梦到过那里好几次 有时梦见在做研究 有时梦见 刚被他们救起来 那真是一段非常愉快的时光 我们都从对方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 这些年你长大了很多呀 赛诺 考虑到你是我恩师 不方便揭穿你说废话的事实 要不然我就不回答了吧 哼 说着不回答 不还是全说出来了吗 哎呀 真是的 耍嘴皮欺负我一个老头算什么英雄 等等 这里怎么还有一张 也是师姐拍的吧 她到底拍了多少 嗯 这么看还是小时候可爱 还老实 老实也是以前正经 你呀 冷笑话说的比我好 顶嘴也赢过我了 别这么说 我还是很尊敬你的 哼 这还差不多 我说 咱们找个时间 和你丽莎师姐聚聚吧 好啊 找个时间 去蒙得看她吧 行 写进日程里 下周就出发 哦不对 下周是番茄比赛 我得跟萨赫哈蒂决一死战 找点别的兴趣吧 老师 风景真不错 这种氛围下 应该出气不意地讲个笑话 哎 日子过得太快了 孩子们都长大了 但有什么用呢 纳菲斯找我麻烦的时候 塞诺根本保护不了我 这小子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